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X是時數 然後A代表這個敘述 就是X是大以1 B代表這個敘述 X平方大以X C代表這個敘述 X平方大以1 那麼它問說 則下列何則為真 首先我們看 如果X大以1的話 那麼X平方是不是一定大X 是啦 因為X大以1的話 這一點多 它會越乘越大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一定比這個大 比如說X1.1好了 X1.1的話 X平方的話 就是1.21 這是1.1 所以這個一定比這個大 沒有錯 那因此如果大以1的話 X平方一定大以1 這也是沒有錯 也就是說 如果A1呢 折B 這一定是對的 如果A1呢 折C 這也一定是對的 但是這兩個的話 比較看不出來 我們把這個 V的解析了 把它求出來 我把它移過去 就X平方 減掉 減掉X 它會大於1 然後這個給它1是分解 X X-1 大於1 所以它的解析合 就是 這個X大於1 或者 X小於0 它的解析合是這個樣子 這是1 這是0 大於1 小於0 好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C 這個解析合 把它移過來 X平方 減1 大於0 所以這個是多少 X減1 X加1 大於0 所以就得到 這個X X 大於1 或者 X小於1 這個是V 所以C這個解析合的話 是這個 大於1 小於V V的話更小 V 這樣子 也就是說 V的話 它是包含多少 包含C 那A的話 A的話 是這個 1 那A的話 它是包含B 所以就是說 若A 則B 這是對的 若B 則C 這是對的 所以 這一個敘述 這個命題 跟這個命題 是對的 好 首先我們看看A選項 A選項 就是說 A則B 這個是對的 C選項 是說 若C 若C 則A 這是錯的 這個 有一些 就是說 C裡面有一些元素 它只要是小於1 它就不會大於1 所以 這個是錯的 那A 如果是大於1 的話 那麼 它一定是在這個集合裡面 這個 X大於1 的話 它一定是在這個集合裡面 所以 若A 則B 這是對的 若A 則C 這是對的 所以呢 這個B 這個選項 是錯的 再來 C這個選項 它說 若B 則A 這是錯的 D選項 它說 若B 則C 這個是對的 若B 則C 這是對的 所以 A 跟D的話 都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 A跟D